我今次會講一講關於處理負面的聲音 裡面的聲音 其實負面的聲音每人都會有 因為人有罪性 罪性就會有負面的聲音和負面的情緒 譬如說 我傻了 今次蠢了 即是沒用了 我又做得不好 那些人這麼壞 這些全部都是負面的聲音 或者是神都不幫我 這些全部都是負面的聲音 很多人不覺得他是破壞性 但其實這些負面的意念和情緒都有破壞性 如果一個人每天都在這種狀態 譬如說 他的家人對他不好 他又覺得自己沒用 或者有人傷害他 或者他上班時有些同事經常說他 經常對他不好 他每天都說 哎呦 沒人喜歡我的 全世界都沒有人喜歡我的 我失敗 我做甚麼都失敗 我又被人炒肉魚 我甚麼都不好 當他每天都是這種負面的聲音 他便可以變成有精神問題 我都接觸過不同的人 我都接觸過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精神問題 都是由一些負面的聲音 本來是很輕微的 即是說 一起相處的人 這麼壞 對我不好 或者同事有時對某個人不好 他就很... 那件事看得很大 抗得很大的時候 不斷反覆思想 聖經教我們就反覆思想神的話語 但他就反覆思想人的不好的東西 或者自己不好的東西 就會慢慢由一個正常的人 變成一個憂鬱的人 不開心的人 而一個憂鬱的人 變成精神問題 精神問題就是 他不能再處理到他 譬如普通人又不開心 他都可以振奮起來 更開心 沒有想過那些事情 但當他有精神問題 他已經不懂得處理 他不懂得分解 他又覺得控制不到 那就會越來越嚴重 即是變成了精神問題 同樣負面的聲音 也可以由輕微的 因為人的罪性只會想事情 就開始越想越嚴重 想到什麼呢 想到那些人害我 他下毒了 街局的人是在盯著我 有些人是在盯著我 有些人是在盯著我 街局的人經常在盯著我 他又抓到我的痛苦 他待會就告我 有些人會害我 即是有些這樣的意念 甚至有些子女 有些老人家會懷疑 他的子女下毒了 要害死我 也會有的 由一些普通的負面聲音 變成強迫性 整天都覺得 好像 強迫性 總是會這樣想 總是會這樣看法 總是會覺得 那些人對我不好 什麼對我不好 會這樣 而又加上邪靈的作為 邪靈的作為 有邪靈的影響 例如邪靈叫他想死 叫他自殺 叫他想了些不好的事情 會有這些東西 加上複雜化 當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越輕 那個醫治就越容易 越快 但越嚴重 就越難 因為最難 就是他已經養成了習慣 我們幫助一些人的時候 祈禱 他又覺得很好 有些人很明顯 在祈禱的過程 是沒有聽到聲音 有些人說 他內宗有出現 也有的 有時候也會有的 我們就教他 立刻用正面思想去取代 即是說 宣告神愛我的 譬如那個聲音說 神都不愛你 他相信神在愛我 是神幫助我的 或是沒有人喜歡你 但他宣告 神愛我的 我家人對我好 我是可以成為一個可愛的人 這些是他宣告 或者是 你做錯了很多事情 他繼續想 就會越整越差 他可以相信 耶穌赦免我的罪 事能控訴 沒有人能控訴我的 因為耶穌已經為我死 已經赦免我的罪 這就是 他自己 用正面的思想 和神的同在 正面思想 這是屬於魂的範圍 即是處理他的魂 然後處理的靈 就是我們服侍祈禱 在一路祈禱的時候 心靈就輕省 舒服 神的同在 但只是靠靈的釋放 他沒有回去處理 他也是釋放不到的 所以有很多人去做釋放 釋放完回家 他也是同樣的生活方式 他過了沒多久 又回到原來的狀況 所以一定要輔導 教導他回家 如何處理 但我發現很多時候的問題 就是那個人 進入了這種情況 他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成為一種習慣的時候 他如何能夠醫治呢 就是一定要有正面的習慣 去取代這個舊的習慣 就是每天親近神 學到靈的討告 如何親近神 如何經歷到神 每天去宣告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的 神在祝福我的 神在與我一起 神在照顧我的 任何負面的聲音 出來之後 神是告訴我 神愛我的 神在看重我的 神祝福我的 這些說話不影響我的 這些就是用正面的聲音去取代 有時候人會有內疚 如何內疚呢 唉… 這麼久都不行 我還是沒有希望的 我經常想過這些錯事 神不會赦免我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是觸實聖經的審判經文 這些審判經文是給什麼人呢 是給那些不肯悔改的人 但他就很害怕我失去救恩 其實他已經是悔改 我想得到神的救恩 我怕他失去了 其實一個人會真的悔改 他沒有失去到 聖靈仍然在他的心裡 他會知在他的悔改 想耶穌救他 證明聖靈沒有離開他 因為如果不是聖靈感動 沒有人能夠稱為耶穌為主 他能夠稱為耶穌為主 證明聖靈沒有離開他 他仍然知在 聖靈沒有離開他 這樣的時候 他就不要再擔心 不要再憂慮 而是說 耶穌赦免我 耶穌洗淨我 這就是魂和思想的改變 兩樣都要 成為一種習慣 並且一起來 就立即讚美神 神愛我的 感謝耶穌可以興省的 一起來立即興省 起落平安 整個人就會 開始的時候都會開心 不是一個低沉的狀態 一有什麼負面的 就立即處理 一想到自己沒有用 就立即說 神是挑選餘絕的 叫智慧的收睇 神可以幫我 我一定可以被神提升 所以一定要熟悉聖經 就算不是熟悉很多 有些人說我看聖經 看不到那麼多 就記得聖經的重要要點 就是神愛我們 看重我們 在我們身為有奇妙計劃 神會祝福我們 神愛我們 神愛我們 受流服 Megan 神愛哪 神愛我們 祝福我們 神愛我們 神愛 Or 祝福福我們 神愛好 神愛好 神愛我們 神愛 神愛 food 神愛 神愛 我不夠膽跟他聊天 就會變成一種膽怯、不敢跟別人交往 這也可以成為一種問題 他如何取代呢? 其實每個人都有孤單的一面 每個人都需要朋友 我去結交朋友一定會有人接納我 我不用覺得自己沒有人歡迎 總之凡是甚麼負面的事都要取代 實際上這種情況,那種例子是多得很重要的 我不能夠甚麼例子都舉起 總之凡是有負面的思想、意念 立即處理,他就能夠輕盛了 但有些人說,這樣做人很辛苦 因為他習慣了隨意 一想,很笨,很笨,很用,很煩 他習慣了這樣,他就覺得這樣刻意做人是很難的 其實他這樣做人更難 因為他很辛苦 我可以否認處理生命一定要刻意 你不可以說,隨便我便會開心 不會的 小朋友便會的 小朋友小時候比較單純 他便容易開心 但是人的成長太多負面的入散 入散的入散,正面思想是需要刻意才能產生出來 並且當一個人已經在一種負面的習慣裡 是很難脫離的 他必定是要刻意,有神的位置,有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能幫到我們甚麼呢? 一祈禱覺得平安舒服 就說,神跟我一起那麼舒服、那麼輕鬆 是好的,是可以享受的 神是可以享受的 就會令到我們對親近神有一個正面的看法 其實一個人整天,由早到晚親近神 他這些負面的聲響是會自動減少的 而當他覺得好一點 他立刻欣賞自己,我有進步 這個正面的欣賞就會令到他更加有力量 他就會更快得到釋放和意志 這是一個生活方式 你上網看《輕鬆得性》 以及YouTube或葉牧師會看到很多影片 有些人說《輕鬆得性》 有些人說《輕鬆得性》 有些人說處理情緒、思想等 你都可以聽回,就可以去處理裡面的聲音 其實就算我也會有負面的聲音 譬如說,那些人都是很難改的 這個負面的聲音 那我怎樣呢? 我立刻說 我已經在做的事情是神歡喜的 我已經在努力幫助他們 神喜悅的 我又不能夠負責他們 我盡力幫助他們 有些人有回憶 我又感謝神那些人有回憶 這樣我就用正面的意念取代 因為我裡面有出現的負面思想 我想問大家 這裡有沒有一個人是你沒有負面思想出現的?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 世上是沒有的 所有人都有的 不過問題是你多多 你多快處理 如果你經常習慣 你經常處理慣 你裡面就越來越少 而且經常有正面 一起來就說 耶穌在愛我 感謝耶穌阿里路亞 經常都讚美神 經常有正面的思想和情緒 而且心靈都是起落的時候 整個人總是正面的 那些負面的就會難入侵 但因為人的成長有很多負面的 所以很多人已經有一種負面的習慣在裡面 我們想得意志 就是把這種負面的思想和情緒都取代 讓我們經常在正面的思想和情緒裡面 我自己因為以前的人對我負面的說話 批評、鬧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害怕的 那我就怎樣呢? 五性處理 其實我已經做到神喜悅我做的事 就算果效未像我所想的 但已經在祝福人 神是喜悅的 我是不需要害怕的 其實我正在幫助很多人 那我就可以歡喜了 就是我用那些正面的思想去取代 然後我一起來就讚美神 耶穌愛我 我一記得的時候 我就不斷讚美神 我就發覺可以停留在正面的思想和正面的情緒裡面 一直逐漸沒有這種懼怕 因為我小時候因為家裡的問題 我小時候 當我家裡一離婚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發生就是有夢遊和發惡夢 這就是在耶穌裡面可以一步活得醫治的 但如果那個人是不去處理 好像我這樣可能變成了恐懼症也不一定 但是神醫治了就會得到釋放 所以希望大家都跟著這樣去做 但是神醫師